都市中高楼大厦耸立 自然生态环境一步一步被水泥给吞噬 从建筑业跨足房地产的江文渊 花了20年终于找到解药 找到唯一的解药就是自然 因为80%的家人朋友 包括我们子孙后代居住的地方 其实大自然已经消失了 现在可能剩下不到20%的绿地 把自然带回到都市中 不是一般的造景 而是要连结周边的生态 绿溪小径环绕 原生植物造林 将建筑成为立体的绿化 让绿地面积成倍数放大 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 我要到大都市 真的到了大都市之后 你才发现到 你已经失去很多很多小时候的那种幸福感 联合国的科学家很早就提出来 都市的解药 就是绿的覆盖率要超过70% 热淘才会开始舒缓 我跟伙伴说我们不要占地球便宜 如果没有100% 我们就不应该开发 所以大概平面的聚落型的 别墅型的 大概都可以做到100% 不同于一般建案 江文渊将生态环境放在第一位 不仅要为城市找回绿地 更希望找回人和自然和谐的生活之道 解药蒙前新竹报道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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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